来 陆老师 其实你们俩之间到底有什么事情 可能很多事情没说清楚 但有一点的解读 就是他为什么会对你这么冷漠 一定是有你骨子里让他瞧不起的地方 他在整个场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势 就是对你也是一种傲慢 包括你那时不时的脸上 不该笑的时候的笑容 你妈还拿房子给他住 人家一点不领情 还说你妈不好 你有什么好笑的 你妈全心全意是为了你好 给你们房子住 他不领情也就算了 他把你妈在这个舞台上 基本上没说一点好处 而且南方在开始小片里面就说了 我觉得相爱是两个人的事 是你说的吧 是的 那你干嘛在这个舞台上说人家妈呀 你至少保持对长辈的基本尊重 你别提这个事 心里有意见 别在舞台上提 你还是个留学回来的 你还有知识 有文化 有素养 不懂得尊重人吗 所以他今时今日会养成 这样对你不重视 对你妈不尊重的习惯 都是因为你造成的 你不给自己父母长脸也就算了 你基本上得维护自己父母的自尊 你还笑得出来 我真是搞不明白 如果一个人不懂得感恩 不懂得关怀自己的妻子 不懂得尊重老人 这种婚姻还有持续的必要 好 好